好雅致的一個門 歡迎 謝謝 這些小人物是男生或女生 沒有 他沒有設定 他就是藉由天上的浮雲之姿 然後來刻畫我們的人生各有不同 所以他是一個人 還是他是一朵雲 他是一種擬人的雲 這個我覺得 他應該是一個女生的雲 然後因為他的嘴巴很可愛 叫桃花嘴 對 桃花妝 這個想要帶露有點像唐朝侍女的那種妝容 然後拿著一個團扇 比較綿腆 對 比較綿腆 我們這邊這位侍女 他就打扮著非常的花俏 有很多的花朵 然後他的表情也不太一樣 而且他的雲朵有點帶黑 呈現他在春風中跳舞的那種姿態 那這個的黑色部分有點像是水墨的狀 各種配色 這個天青色就是美得不得了 然後但是他下面有很多不同的漸層的變化 這是一個雨天嗎 這是一個主題 所以他蠻多的右色是呈現那種雨後或跟雨中的狀態 那就是他拿著一個雨傘 它是一種盼望 盼望著某個人 然後或者是盼望著天晴 天晴 他想要呈現 很像我們那種雞雲的那種白 然後跟澎潤 其實看到就會讓人家心情很愉悅 女生的愛慕是比較含蓄的 他的花朵 你看他背後藏了一朵花 是不是 對 所以他不好意思讓男生看到 他比較委婉一點 對男生的愛慕跟女生的愛慕是不太一樣的 你看那個淚人兒 你看他那個淚珠的掉到地上都是珠了 對 然後他很豐厚 他發生什麼事 他很像是下雨天 下雨天其實那個雨水滴落 就很像雨落在哭泣 那時候我看還拿了一個 田花糖 那花糖 然後你會把油表情 對 還滿臉的 還有腮紅的 對 它是一個什麼 還是沒有腮紅 它是在天花的時候 暈而中中的一點點 雲也要摘星 對 因為雨摘星在天空嘛 然後他要呈現 那種伸手遙不可及的夢想 深藍色的是不是 對 這是代表夜晚 對 其實用深藍色的 他會給人家就是夜晚雲朵的那種氛圍 那他這邊也有一點點小細節 就是 他單 單腳獨立耶 對他就是想要墊高的 然後去摘取那個星星 這個星星 哇我被你逮到了 對星星也有表情 好好看 阿翔 正一一 錦文科大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 十年前在陰哥碰觸到捏陶 對陶素一見鍾情 走上自學之路 走上自學之路 這回雨過天晴 只不過是他的第二次個展 好 切下來 這條的比較漂亮 空心 厚薄度大概在1公分左右 它也是有點內推 然後外壓 一一你沒有畫紙本的草圖 那你的草圖畫在哪裡 我都是直接在土上定稿 這就是湯匙 可是其實你反而要 我特別去買的工具還沒有這個好用 就是這樣壓下去 它就有笑的開始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雲朵作為你的主角 雲朵我覺得 它跟我們其實很多相似之處 我覺得它很像是我們的一生 它的瞬息萬變 就是沒有人知道你的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 把雲朵擬人畫得正一一 喜歡在住家附近散步看雨 你的很多創作的靈感 是跟在這個地方行走散步會有關嗎 對 像這邊這個角度是夕陽的位置 所以有一件作品藥金 那時候也是在大家捷運的路上 然後看到天空變成金黃色的 是在這個角度看到 對 這個角度它是夕陽的位置 然後整片天空都是金黃色的 這朵雲被雷踢到了是不是 然後那個驚恐的樣子 對 這個也是今年就是蠻多的動盪 那就是這個閃電啊 它還是移動式的 就是被打到雲被雷打到這樣 呈現今年大家的那種狀態 雲飄過月亮的時候 對 然後一點一點的遮蔽 然後就很像一口一口把月亮給吃掉了 嘴巴也有點黃黃的 對 黏嘴唇也是黃的 對 所以它在偷吃 就蓋起來很可口 對 巧克力口味的 對 然後它就是吃得很爽快 然後臉也是被曬得紅紅的 正衣的雲兒們 表情細膩 情緒飽滿 右色自然流淌 頗為紓壓消愁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